云宁数位生活台 为推动有线电视数位化 鼓励系统台业者及加强收视户对于有线电视数位化的认同 以提高有线电视数位化普及率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借由整合中央地方政府资源 辅助加连有线电视股份有线公司 于市同乡建置双向远距教学示范区 并透过数位技术创新整合 提供丰富多元的数位价值服务 其内容配合县府机关 对于新著名与弱势团体的社会关怀 提供丰富的资讯 而以农业首都自诩的云林县 除着重农业经营相关资讯的农业天地外 一添加了文化观光 交通卫生 教育文康 云林新闻等 让云林数位生活台成为地方政府 系统台业者及收视库间重要的沟通平台 社会关怀 为照顾弱势团体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与资讯 云林数位生活台首先推出社会关怀 其内容特别设置新著名及关怀弱势专区 包含了食衣住行娱乐等相关生活资讯 期望透过丰富的内容介绍 借此让新著名可以尽速融入台湾生活 云林县为台湾农业大县 为此特别设立农业天地 以提供农民更多样其实性的农业资讯 其内容包含了记录专辑 农业博览会 农业经营专区 环境保育、农业小尝试全方位的农业资讯 此外亦提供即时的农业相关新闻 节目、短片及政策宣导等 文化观光 云林县境内有许多值得推荐的 自然景点及人文资产 透过高画质的影片内容 介绍云林县独特的自然景观 休闲景点、古籍建筑 及人文艺术等观光影片 除让收视库可在家一览在地风奇怪 亦深具地方文史教育意义 交通卫生 其内容提供交通宣导、环境卫生、水晴监控等 除提供各项交通及环境卫生防制宣导外 更特别设立水晴监控专区 提供收视库24小时全天候水晴监控系统 一旦风灾、暴雨来临 收视库立即能掌握县内第一手河川水位 区域排水的即时监控视讯 作为防灾、防洪之准备 以减少生命财产之损失 教育文康 云林县大部分区域均属偏乡 城乡教育资源落差极大 云林数位生活台为缩小城乡教育落差尽一份心 让云林县偏乡学址有更完善的教育环境 及内容提供了教育活动相关资讯 包含文化教育、竞赛活动、学习活动及课后辅导等资源 让学生在家就能掌握各项活动讯息及弥补学习上的落差 云林新闻 为三境地方媒体之责任 加连有线电视特别重视地方文化及公共议题 因此将云林新闻中心制播的云林地方新闻每日按时播出 让收视库能及时掌握云林地方上的最新讯息 亦将新闻资料整合进云林数位生活台 让收视库随时可收视当天及回顾云林地方大小事 加连有线电视股份有线公司 伴着回馈收视库及照顾弱势团体之理念 透过创新整合提供丰富多元的数位服务 期望云林数位生活台的开播 进而促进数位普及光怀弱势及照顾广大的收视库 并一同吸收引向书柜汇流的新时代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